一二二一這個要大遊行 藍綠都要來拚場 都要在高雄好好來尬一番 可是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現在高雄市政府 就已經是行政不中立了 在那裡講高潔的 這個廣告的問題 火魚繼續動起來 另外其實 附帶一體還講到說 最近看到高雄街頭 插了兩萬面的國旗 你看是不是韓國瑜 為了自己的造勢 在那邊插國旗 奇怪 過幾天 不是就是所謂的 大家講耶誕節 那不是行線紀念日嗎 行線紀念日插國旗 元旦也過幾天 要到了 也是要插國旗 結果人家高雄市分手出來說 是因為這三十幾年 高雄市到這種 國家的節慶的時候 都沒插國旗 所以現在插起來 覺得很怪怪的 但是這完全為了元旦 跟行線紀念日在插的 所以是行線紀念日 跟元旦不插國旗 不掛國旗 不在街頭上面看到 旗海飄揚 這不是才應該比較奇怪嗎 結果現在反而覺得很奇怪 少廷議員 這什麼邏輯 奇怪 我覺得他又在那邊 他說是為了挺韓 所以也在弄國旗 國旗不是中華民國大家的嗎 不過可能真的是 過去這幾年 台灣的街頭太少國旗 所以反而他現在忽然看到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就會嚇一跳 他趕快不認得 這是哪一國的國旗 其實高雄市 我記得從10月1號開始 這些國旗就已經插得 到處都是了 我記得我們很早以前 好像真的就是這樣子 整個台灣就是10月1號 插到10月31號 然後行鮮今天是再拿出來插 這是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都這樣子 過去這1、20年在高雄 是真的國旗幾乎快不見了 從今年10月1號開始 其實韓國瑜市長就說 你只要光輝了10月 就要拿出來插國旗 所以我覺得WeCare 還有綠營這些人 一到了現在 兩軍要對峙的時候 又開始說一關名刷尾 就講一些沒有營養的 但你回去看 其實你仔細想一想 WeCare這個組織 他在整個在推動 罷免韓國瑜市長 已經剛才惠文講的 當選兩個月就開始說 要罷免他了 到現在多久了 10個月有了 你認為說他要一直在運作 這樣的一個團體 一直做宣傳 印製大量的文件 到處去找志工 去街頭找人家宣傳 甚至現在印貼紙 你說是剛剛講的光復高雄 對 光復高雄的貼紙 在很多的據點上面發放 然後僱用義工再發放也好 然後禮拜六還要辦一個 他們號稱10萬人的一個遊行 請問一下這些金錢要從哪裡來 10個月 我跟惠寧跟鏡子我們選個局 單單可能最後三個月衝刺 可能就花上數百萬 上千萬都跑不掉了 他們這個已經持續一整年 所以昨天葉光石副市長問得很好 你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對 看一下他們那個 他是怎麼質疑We Care的 高捷公司董事會一共的九席董事 現在這個董事長是中鋼公司派的 總經理是在前朝就已經任命的 所以我們高雄市政府是根本沒有能力 也不會去干涉高捷的運作 所以高捷公司跟民間團體之間的廣告來往怎麼樣 我們完全不清楚 我想要請這個中選會或是我們中央政府 司法調查好好瞭解一下 這個引力所代表的We Care 它是個什麼團體 它是政治團體嗎 如果是政治團體 它的錢是哪裡來 所有的這個資金 是不是透過合法的政治獻金過來的 對 錢從哪裡來 這個葉光石他有提出了質疑 不過We Care當然有說 我們也都有募款 不過這個群眾募資 他們當初設定的是600萬元 我剛剛看了一下 已經募到610萬了 但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就光這610萬 剛剛議員講的 運作了10個月 到處發帖子 包括了看到捷運廣告 電視廣告 610萬夠嗎 當然不夠 當然是絕對不夠的 但大家不要忘記 We Care帶頭的叫引力 引力雖然剛才輝文不想講他的名字 但是引力是在民進黨裡面 過去是新潮流的派系 新潮流派系在民進黨裡面 是有名的大金主 他怎麼會沒有錢 資源最雄厚的 資源最雄厚 我覺得他應該是生生不息吧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上上禮拜還在講到 我們剛剛是前議長康育成 當時楊慧如 在他選議員的時候 康育成匯了100萬 給楊慧如是做什麼 他第一時間本來講說 是做小冊子 他說便條紙 做便條紙 便條紙就做了100萬 是不是 大家就很好奇 怎麼樣的便條紙 需要這麼貴 重點是現在VK有辦了一整年的活動 你認為這樣子沉上去 他需要花多少錢 他這個錢到底要從哪裡來 剛剛引力他昨天的回答是 他說他是線上募款 結果也公布了就600萬 600萬真的能夠支撐這個活動 罷免韓國瑜的市場 600萬就罷免得了嗎 這表示後面一定有個庞大的人 在支援他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騙了 慧玲你也覺得不夠 一直搖頭 當然不夠 不過綠營的錢是很多的 他這個廣告好像真的是 還滿密集的 因為今天光是在點閱 綠媒的電子報的新聞的時候 我要看那新聞還沒看到 他就一直跳出來 這個We Care的廣告給我看 沒有錯 所以你想想看 他鋪天蓋地這些廣告 我選議員的時候 我就有在地方的電視台 就是地方的有線電視 做廣告 他時間是非常的短 像他這樣子的廣告 那就不是限於地方性 是全台灣放送 不過他其實很多沒有問題 你想想看 光是一個楊慧如 就台北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然後還有中央各個國營事業 以這個運動為名 很多的標案 南北加起來一億都有多了 楊慧如還是個外圍 你要不要問一下 引力跟陳菊什麼關係 陳菊 引力的錢會比楊慧如少嗎 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說有一個 某一個經濟委員會的女立委 在宮廟辦活動 還有電視台轉播 就可以透過經濟部 像油電 糖水 國營事業 要贊助百萬以上 各位納稅人 我們的錢就是這樣出去 一場活動 國營事就補助百萬 沒有錯 所以楊維甫 比如說民進黨的立委 對 所以楊維甫 這個經濟部次長 楊維甫不是出來哭求嗎 說那個時候 楊慧如也透過某個立委 這個最近就是講說 高雄人對不起台灣 是普遍的心情的那一位 不是也要了300萬嗎 他說我們沒有錢 可是我跟大家講 經濟部所屬的國營事業 跟財團法人 都是被輪營喀油的苦煮 中油 台電 台糖 台水 中鋼 台鹽 主要是靠什麼 牧林基金跟廣宣預算 財團法人的話 以工研院 中衛發展中心 中國生產力中心 外貿協會為主 活動經費滿多的 所以We Care的錢 如果韓國瑜選不上 當然這個真相就石沉大海 這也是為什麼蔡英文一聽到 要成立特徵組 就臉色大變的原因 韓國瑜在最近當然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 挺韓的支持者 大家看到這位是誰 比特王出任務 還有大家熟悉的君君 對 因為就是說 12月21號他們要出來 所以接到電話 所以一定要來這場活動 等等 但是畫面當中看著 等一下大家就會看到 韓市長跑出來了 他會在這邊講了一段 小小的 一段短短的話 那麼等一下我們把這個聲音 就推出來給大家來看 因為這邊都是接力的出來說 怕庶民啊 包括王猴 可以跟他這個路況嗎 等一下 好 我們出發了 好 大家都好像要準裝待發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車隊也要出發了 大家就是通通是在 12月21號高雄見 不過呢 說真的 像這樣的影片 應該就是大家這樣子 把它拍下來之後 很簡單的把它剪接出來 然後再用之前 有這樣子的一個空拍畫面 還告訴你說是誰空拍 然後把它全部剪輯而成 把它錄製出來的影片 但是其實這個 我說真的 今天是有這個韓粉啊 就是直接在這個我的臉書裡面 他就傳給我 然後我就看到這樣的一個影片 偏偏的我剛剛也在搜 就發現說 其實好像就是在這個社團裡面 大家一起在交流 互相來傳 互相來通知 感覺上好像我 基本上我沒有在這個電視上面看過 就好像不是說付費的廣告 就是說放到YouTube上面 大家互相流傳 知道有這個宣傳而已 是 所以比較之下的話 我想這個應該是省很多 應該可以這麼說 輝文 你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看到就是12月21號的一個預告 這樣來宣傳 你不覺得這個資源 真的是差別滿大的嗎 對 我相信韓市長 他一定有這樣的覺悟 在這麼難選的狀況之下 在拚這個中央大選的選戰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不要被這些東西給左右 包括明天 因為其實民進黨他也很聰明 他先切割他跟引力的關係 然後他 卓榮太講說 如果我們明天不動 有像俊澤兄他就不會去了 因為民進黨也有別的事情要忙 所以這個切割是很好 所以玉琴我現在就可以研判說 明天挺韓國瑜那邊 就少廷兄那邊的人一定比較多 一定比較歡樂 大家唱歌 大家打破這樣 民進黨因為你也知道民進黨的這種 綠色的遊行 基本上都是要有動員 要拿這個之前這個照片給大家看 這都遊覽車 遊覽車要來動員 大家這樣來災這樣 這個情形其實我們比較長久 你看台灣選的人 這都是以前國民黨的部首 國民黨以前有錢就這樣贏 議員看不完 我們幾百這樣 現場都有便宜 喊很好 大家都拿便宜在這裡看晚輩 這種場合你在明天 韓國瑜場景是看不到 你要吃便宜 要吃豪神自己合 自己去買 沒人幫你喊 這個大雞腿 看我都餓了 這個我要跟裕琴討個人情 因為上禮拜那個 許甫很像在外場 結果李明賢坐我旁邊 我們那時候在談卡神的事情 李明賢嗆我一句 他說凱道都借好了 他嗆我 我就敢 因為明賢兄是朋友 他說凱道都借好了 郭文雄兄你放心 我們凱道就借好了 我們這個國民黨 凱道都借好嗎 借好在哪裡 你在大政治 到包括現場直播 叮我說凱道都借好 我立刻就閉嘴 借好了 好 等你不要 就凱道被民進黨借走了 選錢直接被借走了 然後黃金州竟然沒活動 新北也借好了 就在9月8號 二重蘇宏道那個公園 就9月8號那一場 你場地借好 然後你不辦活動 為什麼不辦 我跟他講不是韓國瑜偷懶 是韓國瑜沒錢 這樣看比較快 他就沒錢 他沒資源 他沒行政資源 他沒有國家機器 他沒有網軍 他沒有國營事業 幫他動他沒有人 也沒有錢 就跟他在高雄的狀況 跟他一樣 所以國安辦公園想說 我在選前的黃金週末 最後一個禮拜六 然後我場地借好了 我不辦 我問你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 我想請問韓國瑜 你們那天要幹嘛 要幹嘛 所以玉琪我剛剛一開始講 他的資源是不平等的 這個選舉是不公平的 這是韓國瑜他是國民黨 第一個不是黨主席的總統候選人 那他怎麼講 他還是國民黨第一個沒有黨產的總統候選人 這個沒有黨產 其實跟民進黨來比其實公平 因為民進黨沒黨產 嚴格來講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也算公平 不過他就是很難選 很難選的時候 他就有那個部分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這是我昨天在立岡兄的節目講的 因為重複的部分 請大家去看昨天龍捲鋒的最後一趴 我現在直接講結論 這個是2012 2016 2020的中大選 當時是馬總統680萬票連任 蔡總統也是拿680萬票 這很巧 2020如果開1300萬票 過半要650萬 所以650萬是個門檻 我們來看蔡總統的部分 蔡總統2012拿609萬他輸了 2016他拿689萬他贏了 我認為 這是我的研判 我認為蔡總統今年遇到 是600萬的保衛症 他還能拿得到600萬嗎 能不能拿得到 是看大家的選票來決定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我認為蔡總統的689萬 他會往下跌 因為他做的沒有2016 那時候大家對他的期待很高 然後那時候國民黨是趴在地上 所以他拿到600萬 他會往下跌 韓國瑜我認為他是500多萬起跳 他會往上攻 一個往下 一個往上 所以鄉親很簡單 你看 總統打算 我們大概都是1300萬左右 1%是13萬 如果民調輸30%輸400萬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覺得有可能輸得比朱立文慘嗎 不可能 你相信我這股 你說霍雯坤誰會贏 譬如我那四家長說 現在韓國瑜贏不贏 贏不贏 看你不是看我 對不對 你說輸 不是陳薇文說了算 對 他說30%輸400萬 更有可能 一定是689往下跌 韓國瑜是500多萬往上攻 他跟過韓國瑜就贏了 韓國瑜是有勝選的可能 朱立倫那時候 不是說我要批評朱市長 朱立倫那時候 恐怕連朱立倫在想說這樣贏了 因為他是有中間有換駐總統的風波 所以很多藍軍是含淚不投票 這是不一樣 這是因為韓國瑜他有贏的機會 不然明天他們去高雄幹嘛 去高雄去投嗎 不是 他是去挺韓國瑜 所以我認為蔡總統是往下 韓國瑜是往上 你如果在選前造成黃金交叉 韓國瑜就贏了 那個門檻 我一直跟韓國瑜的支持獎 我要50%加1 50%加1的門檻就是 我剛剛推就是650萬票 他現在基本盤是500多 再往上衝 他衝過50%加他就贏了 所以觀眾朋友 細節分析的部分 我昨天在龍捲風都講過了 我就不重複 但是我這個利潤是有基礎的 關鍵在中間選民 明天這個頂一定是韓國這邊人那麼多 不過我預先決定 你不能說明天很多贏了 不是這樣子 因為明天會去的 本來他就要投韓國瑜了 我不是韓國瑜我去幹嘛 你不能被那個假象給迷惑 中間選民還有22天投票 中間選民才是決定最後的關鍵 但很難講 不一定是說真的要投韓國瑜 明天才去 可能有些人還在觀望 還想看看發生什麼事 會怎麼樣 那個對疫情講 如果明天很多場面 非常的不一樣 對韓國瑜是有幫助的 怎麼人那麼多 你不是說他草包嗎 不是沙石門嗎 不是我們600萬7200萬 你剛剛還是這麼多人說 所以明天這個活動 對韓國瑜一定要成功 你成功說怎麼這麼多人 這個是繼9月8號之後的 一個大廠 跟各縣市那個小廠不一樣 明天這個是大廠 明天氣勢撐起來 其實對韓國瑜是有幫助的 是的確 而且